大家好 我是盧英盛 大家好 我是李飞飞 今天是《飛揚募集》 由你講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師傅 為什麼是這個節目呢 因為我們最近在這個線上 是在做一個大四邊計劃門的推廣活動 是一個承傳計劃 很多朋友對我們的計劃很關心 給我們很多意見 我們有見及知 我們就嘗試在這裡整理朋友不同的問題 在這裡不回答他們 希望我們對這個計劃知得更清楚更如此 是的 其實問題都很多的 各種國人都有 有些還是重複或者是近似的 所以我們將它歸納之後 由師傅來統一作答 因為我們現在推廣的計劃 叫做《飛跨人武術大師兄飛彎門》 師匠傳言計劃 所以我們就取名叫做《飛跨人武術由你講》 為什麼這個由你就是李師傅的意思 是 我們都會盡力解答 過去朋友的不斷的問題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工作幫 是給我們參加 就希望大家能夠面對面 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是的 這個我們總共會議 舉辦十次的線下學習工作坊 那最第一次 接下來的就是下個月就是 二十三號 兩點至五點下午的 在旺角密巴審會的一行 現在開始報名的了 那大家在我們登入我們的網站 那就按入最新消息裡面 就是我們整個工作坊的資料 以及可以即時在那裡報名 是 希望朋友積極點 插納外部決定 讓我們開始解答問題 好啊 好啊 有很多問題 我們今天就選了三條 第一條就是 一個朋友就問他 他為何要練習基本招式 問題是他整套件 可不可以練三幾招就可以了 因為他講過 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他講完基本招式 這基本招式就是給我們做一個基礎 打合基礎 在我們線上傳承計劃裡面的基礎一篇 其實我們的招式 是不是太高 只有二十多個 這幫助呢 我們希望由淺入深 將我們的動作 由細慢慢做大 那個力量又輕柔一些 慢慢發展到越出力 是一個按部走關的 做法 即是說他如果練幾招 他真的沒有時間 他就選幾招練不可以 都可以 你不就將我的次數 數量練多一點就可以了 哦 我想相信這個朋友 他練多幾次之後 可能他就很想練完整套 整套都是二十招的 是啊 不是很難的 是 好了 第二個問題 這個朋友就這樣問 他之前看電影和看武俠小說 很強調學功夫 必須要學這個疾瓦 他就說 他這個文化沒有什麼功夫的 他就看了我們這個訓練之後 突然想學了 他問問 要學幾長時間 雜碼才有效呢 其實雜碼呢 是用來一個 基礎的一個訓練方法 最主要就是希望 訓練我們雙腳的力量 那變成如果你的雙腳力量 好像是一邊的中退 左右的移動呢 你都會快 很自然的一個做出來 那如果是錯的朋友呢 我就建議他呢 就不要說太長時間 那你可能在十秒鐘 二十秒 慢慢慢慢加上去 那就要視乎你自己的能力 就是一個總質 即可不可以說 就是小時候的那一刻 就是開始少少少學 但多次你那些 其實這個都是很方法的 那怎樣跟他之下呢 可以按照先的學 可以多些年 小少的開始 按照你的能力 更加上去 加到多少才行 那如果你的動作是姿勢正確 其實一分鐘暫時 眼睛就離開了 很厲害的 當中的經歷 好了 那我們第三個問題 那這個朋友呢 都說 我都沒有學過功夫 但是私上學的功夫呢 都明白 都可以看到 跟著我學 那問題是他 怕不知道是否正不正學 那他就說 如果他參加私上 線下的工作方式呢 師傅可不可以直接指導他 其實我們的線下工作方式呢 就是希望去解答朋友的問題 或者他有什麼新的問題 我可以提出來 我們都盡量解答他 所以我們呢 是在這個工作方法裡面呢 是不容辭 是不和大家一起去插 那師傅 每次都由你主辦的 即是主辦的 我一定會出席 那除了我之外呢 都會有幾位教練一起幫忙 因為如果朋友多了 那時候呢 一個人是應付不夠的 那我們可能有幾組不同的朋友 每組都有一個教練呢 跟他們解釋 那他就爭取時間呢 是能夠在短時間裡面 學習更多更好 那是因為呢 可以參加我們線下的工作方 線下工作方呢 請大家登入這個網站呢 就可以立即報名參加的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